我们的本期一位三次作物实际 我们大胸本抗队 季川队现在又把防守换回了金人 但是第一位能不能解决巴斯这个点 看来还是无法克服 打进两分 黄敏辰突破 没有机会再给出来 贵伦用挡拆 2加1 现在两个都在第一节单外员对单外员的状况下 辽宁队的优势就已经如此明显 不由得为四川队二三节 把节奏压下来再打到对边 就转移幅度很大 回给崇明晨 三分中 远头三分 贵伦用挡拆自己往里突 直接一个反手上篮 还是用挡拆给到若策 哈森 这球给的太贼了 打到巴斯脚上去了 还好就回来给到贵伦抛射没进 再抢篮板 高打本命中 这边 这边 打开巴斯在外线描了一下 又给了郭艾伦这次中了 这边郭艾伦拉开 轻轻轻轻松松一个两分 股里这个球偏的比较多 轻轻松松反击当中 他刺两分用作 贵伦给了中路快下的药区 现在四川队换了一个四小的阵容 郭艾伦又命中一季三分 我要再上的意思了 现在就把这个情况交给年轻队 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好 郭艾伦这边 打开之后轻松松松一条龙 比较年轻的阵容 上去防守能更有亲力性 但是显然四川队 现在这个比较年轻的阵容 在防守上并没有 展现出他们年龄上的优势 哎呀 自己直接来 挤着黄若琪就直接进去了 轻轻松松两分 反击当中找队友被断下来了 辽宁这边多打少 郭艾伦直接抢头中了 看到现在场边情况呢 应该也要进一步的做人员调整 换其他队友上来练一练了 好 李小旭挡拆之后轻轻松松两分 大家有点太放松了 韩天宇拉出来头三分 就是比赛时间走完 姚宁队在逐场以32分的巨大优势 轻松的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出品